一年一度的万圣节又来了 华林市公所与民意国小在万圣节前夕 共同办理阅读搞什么鬼节的活动 学生发挥创意搞怪变装体验国外的传统节日 并让孩子们彼此交换书籍增添阅读风气 而华林市长魏嘉贤打扮成胡迪和小鬼怪们一起走秀跳舞 全校一同感染万圣节的气氛 魏市长每年都以不同的造型现身 今年是化身为玩具总动员的胡迪警长 民意国小校长吴慧珍则是以安妮亚的造型现身 家长会长则是扮演海巡队长 校园里大小鬼一起魔力四射 让现场害翻 全校的师生都以各种不同的造型 小朋友扮成骷髅头小魔女细蟹柜等 还有人扮成大家最怕的COVID-19阳性塞技 让大家退避三色 Kawaii的小鬼怪在校园穿梭十分热闹 市立图书馆跟我们民意国小一起合办了 我们阅读搞什么鬼 在万圣节的前夕也真的非常开心 有这么多孩子喜欢阅读 那我们今天也有二手书交换 那特别嘉贤这边也准备了花莲市公所所出版的 《带你回花莲》《穿梭皆是百年》的 非常重要的一本历史书 那也给很多的孩子们来分享里面的内容 那再来就是我们今天也赠予小市长朱荣美 那也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对于花莲的人文历史 都能够更加深刻的了解 那也能够在万圣节的这一天 能够带来阅读上面的一个趣味 那今天我也打扮成胡迪经长 那有很多的同仁们也有各自的打扮 那孩子们也有做相关的万圣节打扮 也希望用节庆跟阅读把它连接在一起 也希望孩子们能够越来越喜欢读书 除了万圣节派对很嗨 还有交换好书主轴的阅读搞鬼活动 由全校师生一起交换好书 每一本图书都被包装成礼物 上面还有小朋友所写的心得 魏家贤与自治小市长一起交换好书 请问市长你要跟我们交换什么书呢 这个是今年花莲事工所所出版的 《带你回花莲穿梭皆是百年》 那这本书号也要给小市长知道 还有所有小朋友跟老师 它里面的内容大概是讲 过去的花莲跟现在的花莲 有怎么样的变化 一百年的时间 那也可以让你了解到 花莲整个发展的历史 魏家贤表示感谢吴校长 还有家长会长家长们的配合 一起为孩子精心装扮来度过万圣节 也希望借由好书交换的活动 来鼓励孩子培养阅读的习惯 从阅读中找到力量与知识 希望孩子都能够抛开3C产品 喜欢上阅读爱上阅读 在阅读中获取更多的乐趣与知识 记者凌杰花莲市